市長我們過來 那個事先啊 他說剛才那個高嘉瑜 推薦你參選台北市長這樣 那我就回答總統說 我說高 高嘉瑜最近比較少唱歌 他開始練教話了 所以我想 我謝謝高嘉瑜 對我的台愛 當會裡面是不是 有人提議說應該要出級冰 讓你來選台北市長 那是高嘉瑜啦 那個因為我 我記錯時間啦 我遲到 那我來了以後 那一段好像已經過了 但是高嘉瑜 他離開前有到我座位上說 他剛剛跟總統推薦 讓我參選台北市長 我驚呆了 然後隨後總統看到 吳怡農介紹我起立 就介紹我進來了這樣 那總統就接著吳怡農就說 那個事先啊 他說剛才那個高嘉瑜 推薦你參選台北市長這樣 那我就回答總統說 我說 高嘉瑜最近喔 比較少唱歌 他開始練教話了 所以我想 我謝謝高嘉瑜 對我的台愛 我想高嘉瑜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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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這個 我們嚴肅的黨務座談上面 他才會提出這樣子 歡樂的見解 不過我非常感謝他啦 因為 從上禮拜五 蔡啟方前輩 禮拜六 蔡毅宇委員 然後禮拜天跟昨天 接著兩天 那地方上很多鄉親 看到對折新聞以後 也都鼓勵我去參選市長 而且一直稱呼我 王市長王市長 所以 今天是第五天啦 所以我謝謝高嘉瑜 今天的推薦 他又讓我多當了 我現在是 古日市長 古日市長 只是說他今天的這個推薦 讓當著總統 跟這麼多我們議員立委 我們基層黨員前輩 的面這樣推薦 我是 早是 嚇了一大跳啦 因為今天 更有參選資格的 比比皆是 很像 吳亦農 他們都在場 但是我知道 高嘉瑜 這個 至於 他就是 老金很機靈 他純屬 要 但是我也謝謝 高嘉瑜 蔡易渝 還有 蔡喜芳 前輩 我謝謝他們三位 他們三位是 我謝謝他們 我呢